我希望现在不是我的巅峰 我希望再过一年才是我的巅峰吧 但打到现在怎么说呢 感悟也蛮多的 肯定有起伏 因为不可能十年运动员没有任何起伏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也是非常开心自己呢 把那些低谷都熬了过来 9月30号 在杭州亚运会网球男单决赛中 中国队张之珍以2比0战胜日本名将棉冠杨界 时隔29年 为中国队再次夺得亚运会网球男单金牌 张之珍转入职业网谈已经十余年 他正在走向自己的巅峰 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吧 然后因为 因为我们也有许多年没有获得过这块男单金牌 然后我也非常高兴能在自己国家面前去获得这块金牌 本场男单决赛他赢得并不轻松 全场耗时近两个小时 第一盘逆转拿下 第二盘打入抢期 在锁定金牌的一瞬间 张之珍激动地将球拍抛向空中 并将护腕 护膝 发带等贴身装备 全部送给观众齐的球迷 张之珍说 当时心情非常激动 球拍抛向空中是顺势而为 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已经打到抢期了嘛 抢期其实每一分都是非常紧张的 也不说特地有设想吧 只是非常激动 然后拍子顺势而为就已经飞了那么远了 因为毕竟有点危险也是不建议大家去模仿 张之珍拿到金牌的同时 也获得了直通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 中国南网明年将重返奥运赛场 谈及未来 张之珍说 当前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一段时间 在此之前要努力将ATP排名尽量再提高一些 未来还是很远吧 现在首要目标还是先把我的ATP排名 先往上尽量推一推 然后再去想巴黎奥运会的事情 还是要先把前面的做好 去调整好自己状态 然后再去参加巴黎奥运会 4岁接触网球 10岁加入上海队 2021年近期温网正赛 2023年两度打入大满贯32强 张之珍曾说过 职业网球算是一条小路 在这条小路上 他正一步一个脚印 步履坚实